哎哟 姐 你是变性人呀 真的是没想到呢 哦 妹妹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情呢 是谁跟你说的 你至于那么惊讶吗 姐 今天来公司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快递 然后那个快递中 有一封信 它说它是你的老乡 然后里面还有你小时候的照片呢 它把你的事情全部都抖出来了 所以现在那封信 还有那些照片还在我手上呢 妹妹有话好说好吗 把那个信交给姐姐 这些都是误会 是那个人想害我 不是 不是我 它给的那些照片都不是我 都不是我呀 它只是想害我而已 妹妹你把那个照片 还有就是那些信都给我好吗 你觉得我会把那些照片 还有那个信交给你吗 我肯定要把这些信跟照片 交给老板的 交给公司的全部孔氏看的 你觉得你考得过吗 你藏得了吗 你知不知道 你就是特别的令人厌烦呢 就是自从你来公司了之后 就是每个男孔氏都围在你转 然后老板呢 也是特别宠你 你知道吗 你抢走了我什么东西呢 你没来的时候 很多男孔氏都是会帮我的 老板呢 也会就是特别爱护我的 自从你过来公司了之后 你知道你抢走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所以你觉得我会把就是你老乡给的 就是这些东西交给你吗 做梦吧 妹妹 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你想要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跟姐姐说好吗 姐姐都可以给你的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反正你就是不用把那些照片 还有那个信交给别人好吗 你就交给姐姐就好了 你想要什么就跟姐姐说 姐姐可以给你的 你说我想要什么东西 我当然是想要你尽快离开公司了 就是让你不用再在这个公司待下去了 如果你再继续在这个公司待下去 你觉得我还受得了吗 所以啊 你现在你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公司 打包你的东西立刻走人 不用在这个公司待下去了 我是不想再看到你了 妹妹 求你了 不要让姐姐离开这个公司 姐姐在这个公司 是那么的努力工作 就是辛辛苦苦才爬上了 就是这个职位的 如果你让姐姐离开公司的话 姐姐又要重新开始 你知道姐姐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才获得了现在的工作机会吗 如果你让姐姐离开的话 那姐姐到底该怎么办呢 姐姐又要重新再开始了 所以姐姐求求你 就是不用让姐姐离开这个公司好吗 你怎么求我都没有用的 因为你在这个公司 你抢走了我太多的东西了 所以我是不会饶恕你的 我是不会让你继续在公司待下去的 你现在你必须得立刻打包 如果你不打包的话 我现在就出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交给他们看了 我现在我数到 就是从一数到三 你立刻给我现在 就是出这个门口 去你的办公室去打包你的东西 你还没有打包是吗 那我现在我就立刻出去交给所有的人看了 妹妹 不可以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不可以就是交给他们看 你不能出这个门口 放手 不要拽我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是必须让你离开公司的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那我怎么在这里生存呢 放手 我现在我就要去给他们看了 你不用再拽我的裙子了 你也不用再拉着我的手 我现在我就要出去给他们看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出这个门口的 你要是出这个门口的话 姐姐就完了 姐姐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就是走到这一步的 姐姐到底付出了多少艰辛 才获得现在的成就 你现在你出这个门口 那姐姐以后该怎么办呢 妹妹 哎